人民共和國民主黨的消息 在全世界的消息 這是一種最重要的武器 因為民主是謎 是消息 21國開放國會論壇 2號在台北登場 西班牙籍歐洲議員譚赫曼警告 事件正受到來自中共的假訊息嚴重毒害 荼毒網路 荼毒各國政府和國會 荼毒輿論 中共假消息也巨大影響著電影電視 文化傳播 國際社會放任多年 必須聯合根除中國共產黨 在西方輿論中心的大量影響 捍衛自由真理 幫助台灣 幫助中華民族與各民族 國際社會提供了很多挑戰 我們也可以被影響 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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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厚 譚赫曼說 假訊息是共產黨政治鬥爭的基本武器 從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起 就展開一連串假訊息戰爭 包括用來掩蓋共產黨意圖 掩蓋革命後的真實情況 系統性假消息 用謊言編織 建立如同中共的極權封閉社會 隨著共產主義逐漸擴張世界 立陶宛议员说 常听到有种说法 民主在华人传统习惯中 并不普遍常见 但其实共产主义 更加欧洲 因为民主是历经长期创造的系统 共产却是一个人 在德国写出来的 民主更适合世界 新唐人野太电视 胡宗翰 张东旭 台湾 台北报道 秦你看到这边 太电视了 耳朵一样 作用 这道问题不是 优伍医学研究 啊 谢谢观看